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开心可以在指甲哥见到大家 上次来已经是八年前了 开始先给我们听一首歌吧 这首歌我想很多人都很熟悉 说是神呢 一路都是陪众我们走 我们人生的路每一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说时间片刻陷陈旧 全为我分秒要停留 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 而爱谁算永不会长寿 陪着你一生到榜头 都能把心中星星陷得通透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 天天偏春盆相逐人 过千山过千海 如果走到这世界变端 我倆以示努力前行 跟我一起飞去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 天天偏春盆相逐人 過千山过千海 如果走到这世世间变端 我倆已施无力前行 跟我一起飞去 陪上你走 我很感恩我的信仰 我信了耶稣 祂陪传我下人生每一步 在我未信主之前 我是一个生命 是一个一塌糊涂的生命 可以说过是死过翻山 小时我是一个单身家庭长大 爸爸很小时走了 只剩我妈妈去养大我和我哥哥 我小时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可以跟谁说 小时有同学跟我说 喂 欣妍啊 你没有爸爸 其实天上有位天父 你有什么可以跟他说 我就习惯了 常常跟这位天父在这里说 但一直都不知道究竟这位天父是什么 直到我十岁 我就移民了去温哥华和我哥哥一起 去到那个地方大家都很明白 来了芝加哥 离乡别井的感觉是更加难受 本身我是一个很没安全感 很害怕 很没温暖 很没爱 很想找人爱 为什么我的家庭是这么破碎 为什么我身边什么都没有 究竟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究竟温暖可以在哪里找到 于是我就周围去找 找这份人生的 填本人生的空白的理由 爱在哪里找到呢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 认识了一些坏的朋友 那这些朋友当然是教坏我 教我很小时就学坏 以为这些朋友拿到那份的温暖 怎料这些朋友是有福同享 有和是不当的 之后我就跟自己说 原来豬朋狗友不是我在找人生的意义和爱 那大一点开始找什么 男朋友 男朋友 爱情那份爱 是不是就是我在找人生的那份爱呢 不是吗 每天陪着你 又抱着你 又疼你 和你一起 那我自己就以为 就是这份爱了 爱错了一个男生 爱了很多年 爱到差点为这个男生 很傻地想了断自己的人生 在那一刻 我很感谢神 我哥哥 他今天也在 Jackson Jackson 我哥哥 那时候他就信了耶稣 我们给他一些掌声 真的很重要 我人生这个转捩点 是真的很重要 很感恩他信了耶稣 然后他就带我回教会 他说 妹妹你跟我回教会 那时候我人生都没有希望 我心想回去看看是什么来 那好像大家今天带你来 很多朋友 带一些新的朋友来 可能都抱着这个心态 看有什么办法 人生都没有意义 什么都解决不了 没有方向 我就去到 然后他们就很好 告诉我 其实小时候 跟这位天父 不停在说话 他是我的神 我们是可以跟他祈祷 他也给了一本圣经 他说 你回去看圣经 你回去祈祷 神会听你的祷告 那一刻 我就在人生做了第一个祷告 我说神啊 如果你真实存在的话 你带我离开这个伤痛的地方 你带我找人生真正的爱 真正的温暖 真正的意义 和方向 你填白了 填满我这个人生的那个空白 圣经里面我说 你们尋求就尋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神是怎么开我这一道人生的大门呢 就是透过音乐 小时候我读书一般 叫他只把声会唱歌 于是我就去参加那些歌唱比赛 这边有没有看过那些什么 我是歌手的 都有的 哇 真是风魔全球 那时候就好像这些 我是歌手 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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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斗完一个地方 溫哥华 加拿大 然后就去到上海举行全球总决赛 就赢了 又拿了冠军 在想 难道做歌手 我呢 那时候是现在的一倍半 就是土土地 根本没可能是可以成为一个歌手 或者一个名声 但是呢 圣经又这么说 他说 我靠尽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做 那歌手是否可以 我就祈祷我一圣 如果真的我可以做歌手的 你就带我去这个地方 你就带我去开路 因为在我的人生里面看下来就很难的了 就觉得没什么可能 但是我跟着你 你带我 那段路呢 是真的很艰难的 又找唱片公司 到处被人签 签了之后呢 又要等几年时间 那我就 后来呢 就找到一家唱片公司 就等了三年时间 那三年我做什么呢 等待的时间 大家有没有说过等待 等消息 等通知 不知道等什么 等待的时候 是很艰难的 因为你没有工作 那我怎样呢 我就去装备自己 我就说 好了 我就减肥 瘦一点 跑步练习 然后呢 学一下化妆 扮一下漂亮 你要做个明星 都要有点少许的知识 然后就写歌 学不同的乐器 然后呢 其他的时间做什么呢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那三年 一千日都在扮漂亮 和跑步 对不对 其他时间做什么呢 我在加拿大信了耶稣之后 回到香港 其实我没有真正回教会 只是信了之后 就一直搞这些歌唱比赛 然后他就说 森盐 你要回教会 好了 那我就回教会 我就去了教会 真真正正去认识这个信仰 为什么要真真正正正呢 人家叫你信什么就信什么 你都不知道自己信什么 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 不只是信耶稣就可以 究竟什么叫信耶稣呢 我要清楚明白我的信仰 于是我就去认识我的信仰 然后去参加敬拜队 帮手侍奉 然后呢 三年之后呢 我就收了针 那时候呢 我就真的看圣经 那你们有没有看圣经 有看圣经的朋友有没有举手 哇 都很多 你们都很乖 如果没看过的朋友呢 我鼓励你 因为呢 圣经是什么呢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于教训读责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而都市有益的 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是一本智慧书 你知道吗 人生的真理 爱 方向 所有东西都在里面找到 真的 所以你们没看过 你真的要回去看 如果你有看的时候 继续看 那时候呢 三年了 三年之后呢 我就真的有机会 推出我第一章的个人专心 那时候我不明白 为什么神要把我放在教会三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等待三年 但是那三年呢 我真的装备了自己的人 和装备了自己的心 我怎么装备自己的人呢 就是 那时候一直在那里练歌 练了三年 到了我一出道 第一首歌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呢 从负担不起 有没有听过 我也有 你们爆了你们的年纪 让我知道 哈哈哈 那时候呢 我一出道 因为之前装备好 一出道我就 以这个唱功去 有的优胜 唱给你听好吗 轻轻唱一点 开头给你听好吗 清唱 这首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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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最需要的是你 不是谁 无能力失去你 将快扶死 预掌缺让我负担不起 At the end of the day 我最偷偎的想你 不输谁 我有否这奉气 在我每天醒来后 沉沦在你的体温与气味 迷惑我的伤 行不行 这首歌就是我第一首歌 一出道之后这首歌很受欢迎 每一间的卡拉OK房 个个人都会听到一些人在那里惨叫 啊啊啊啊啊 叫 都叫不了 我就是因为之前很努力去练 出道的时候 我的唱功受到肯定 然后我短短在两年之间 推出了四张唱片 亦成为第一个新人 可以短短出到两年 可以在红磡体育馆 开我第一个个人演唱会 梦想成真 我站在台上 我站在红馆 我真的说 神啊你很厉害 你可以将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你可以将肥妹变成一个歌手 还可以开演唱会 那时很开心 圣经说 在人不能 但在神是凡事都能 真的成真了 那时候简直是 红极一时 很开心 人生的高峰 但没想过 这个一时 真的只有那一时 就是短短的那段时间 之后我的事业 就由这个一时 一时无两 是不是这么说 那些 一声掉到谷底 很恐怖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受欢迎 一声半年之后 会不受欢迎 不受欢迎 慢慢你没有人气 没有人气 慢慢你就 没有人找你做事 慢慢没有人找你做事 你就变成一个失业的人 一个红管的歌手 变成一个失业的人 在半年之间发生 很恐怖 好像一夜破产 我不明白 我问神 神啊为什么 你不想我红 不要放我上去 这样打下来很痛 那时候我不明白 但我紧紧地依靠着耶稣 圣经说 我的恩典是够你用 我的能力 就在人的软弱上面 变得完全 他说我要将一切的忧虑 射给他 他会顾念我 神啊 你说你会顾念我 你帮我 怎么办 神怎么办 我找着神的爱 我没有放弃 三年支持神 在哪里装备我的心 在教会 他不单止装备我的人 他还装备我的心 在圣经里面 每一句话 他都安慰我 今天 无论你遇到 什么难关 什么难题 只要你靠着耶稣 你的爱 你一定可以成得过 今天事情愈不信 今天问题愈不准 今天问题愈不准 仗处圈中圈 了断也了不断 若今天你倦了退现空 容许我送争戀 趁我慢慢长路没断 也如初恋 当日热情愈不准 今天热情愈不准 就算怎样都好 你愿我更加远 共跨尘冷及暖甜和酸 才可以算是共存 能共患难才是认真的有缘 同样把伤信爱你便能飞 那交出你会创出传奇 便还人生是悲无可避 却无人可拒使爱别离 抬头把黑暗过会是神器 坏着乐观还有传奇 今天珍惜今天 同仍望我心所爱的你 我已奉佛会飞 你眼睛欠我飞 今天 今天无论有什么事情 我和神说 我说 你带领我走 你带领我走 虽然这段路是黑暗无光 很恐怖 但我看圣经 每一句说话安慰我 我祈祷 神是听我每一个讨告 让我有力量 让我在这么艰难的时候 我都可以走得过 在那段路 我很感恩 真是有天使 神有派天使来找我 他就让我认识到一班福音的歌手 他们来和我说叫Eternity 他们说 你们不如这样 心然你没工作 不如你跟我们去做义工 跟我们去服侍神 我心想好 比坐在家里 好像废人一样没用 我就说 好了 跟你们去做义工 我们开始去不同的学校 去教会 去医院 去监狱 去到第三世界 然后去到内地 探望一些贫困的儿童 去到农村 我们一路去做 一路去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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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做了很多年 那时候我以为是 我去帮人 是吗 其实很多朋友 你们在座都有做义工的话 你很明白 原来是 每一个被我帮的朋友 鼓励我站起来 告诉我 原来我不是没用的 原来你觉得自己多没用也好 你也有能力去爱 你也有能力去帮人 那段时间一路做 做了十几年 因为我看圣经 圣经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 我就是看圣经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去爱 走遍世界各地去爱 无私地去爱 于是我就 然后效法耶稣 我可不可以做到呢 我做一个这样的歌手 可以不可以呢 不只是为了自己 我用我的歌声是有用 有意味的 不是为了自己要走红 不是为了自己要多出几张唱片 而是每一首歌 我都可以激励到人 可以到每一个地方 我可以做到多少 我就去做 一路去做 圣经里面说 耶稣来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我人生第一个丰盛是什么呢 刚才说 我二零四年 我就 掉了谷底 那我就开始去做义工 做了 到现在十四年的时间 我是做到 是第一个艺人 在二零一一年 拿了这个 第四届香港结出义工奖 同时也在二零一二年 成为香港十大结出青年 我们给神给掌声 好吗 不是我 是神 我一个这样的生命 变成一个结出青年 你想想 我自己也没可能想得到 我真的没想过 神真的很奇妙 我第二个封城是什么呢 我之前失业 2004年的时候失业 那时候我以为自己 没有可能再有机会唱歌 没有人再找我唱歌 我这个歌手梦就是这样睡 真的 我以为是这样 但你猜猜 由2004年到现在 2018年 14年里面 我再推出多了多少张唱片 开多了多少个演唱会 有没有猜猜 多少张唱片 猜猜 5个 4 多少 再推出多了15张专辑 开多了6个演唱会 是否哈利尼亚 我再一次站在红馆 你想想 是否很神奇 所以当你觉得你的梦破碎的时候 不要这么容易放弃 祈祷 听一下神的声音是什么 神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 祂未必是要我们所想 但祂一定会给我们最好的 我都没有想过 2004年之后 现在回想 数算欣典 15张唱片 6个演唱会 明年我可能在香港再开红馆 我真的没有想过 这是第二个封性 第三个封性是什么呢 第三个封性是 你要有一个 core的地方 祂就让我成立了 这个燃量生命慈善基金 叫Shining Life 你们可以在Facebook找到 那是做什么呢 我神做一个慈善基金 不要了 我自己一个人去做就可以了 做这些慈善基金很辛苦 但是神就是要我做 神不只要我做 就是要我去筹款 他就在我筹款做什么 我自己一个人去做原来生命分享会 我自给自足 不用筹那么多 神就说 不是 你要去做一些事情 你要帮助一些年轻人 一些朋友 有情绪 情绪的问题 有抑郁的问题 或者他们迷失 你要去帮助他 为什么 因为在香港很多朋友 很多小朋友 大朋友 什么朋友都好 他们就经历一些挫折 他们就会了断自己的生命 很多 你们在香港 在这里都看到报纸 是不是 很恐怖 神就说 为什么他们会不关你事 你不是只要去做禁毒去探访 你是要 拿回人的心 你夺活人的灵魂 不要就这样跳下去就没有了 神就说 你要开一个center 去做一个音乐治疗的中心 哇 还要搞一盘生意 不要了 不停 我和神不停都说 不要了 但是神就感动 一直在开路 感到去年 他说 开一个音乐治疗中心要很多钱 你知道香港的租金多贵 租一个很小的地方都很贵 哇 还要跑 又要找人 上年神就感动我 他说 你去筹款 哇 还要去筹款 我通常是帮慈善机构去做 我不用自己去捏烂面 喂 买一张桌 好吗 帮我捐些东西 逐个逐个打电话 逐个逐个 很感恩 很多艺人朋友 他们都一呼百应 你看到有邓稠文 有高永文局长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平时做义工的好朋友 一打给他们 他们就来坐镇 哇 神我也不知道怎么做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 我真的不停去祈祷 神真的要囚 怎样囚 怎样做 接着我就做了一个晚宴 就囚了一点的善款 那些善款 就紧紧救我 去找到一个地方 就是刚刚我来之前 那个礼拜 我才找到一个地方 是可以 可以afford到的租金 小小的 接着就开始 我现在就在装修 希望我回到香港的时候 这个音乐治疗中心就可以开 可以维持到一年的资金 我就跟神说 不起了 疼信心 开了先 既然神你这么有信心 那让我预认了有两个音乐治疗师 因为我相信 透过音乐 他们可以将人的心心处打动 就好像我唱歌给你听 你听一些诗歌 你会触到你里面的心心处 以至可能有些朋友他们的心情 他们不想分享 不想说 但是透过音乐治疗 可能可以救到他们的生命 可以帮他们的生命 可以帮他们医治 这里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来到我的音乐治疗中心 我就将神的爱带给他 这个就是我的基金要做的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就是 好像今天这样 去到世界各地 去做这个炎量生命的分享会 其实在美国做 有时在加拿大 去内地 香港我一直都是去不同的学校 不同的教会 定期都一直做 我们都需要多些人 多些团队 因为现在只有我 和我和我的 所以大家今天都很明白 如果我有一个团队 那我就可以做得更加好 或者可以将这件事 带到世界各地 再多些的地方 第三个目的就是 希望可以做一些好的音乐 好的音乐是什么呢 可以鼓励人心 可以给到人有盼望的音乐 可能有些朋友 他们真的有些情绪 不太好 他们不想出街 不想和人分享 但透过这些音乐 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 下载了之后 听了 可能他的心情 突然点击 可能好一些 可能有帮助 我们就希望 用这些资源去做一些音乐 去可以散发到 在网上 去到世界各地 所以这个就是 我的神给我这三个目的 亦都希望大家 你们今天有感动 都可以支持我 因为我现在维持到 我希望可以维持到 一年的时间 如果那些人工 不要那么贵 那些装修也不要那么贵 那我希望可以维持到 一年半 那我就继续 我都憑上心祈祷 神祢祝福我 这个就是神给我的 第三个封信 我真的很感恩 神呢 很奇妙 我的生命 是有一个 真的完全没有希望的生命 变成一个传奇 在我生活中是一个传奇 我没有想过会是这样 全因为你 全因为你 很 simpler 我只想 西方 嗯 人世 富五 恰好 怒 淹 INK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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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via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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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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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